大家好,9点47啊 那些没打着,那个战士主要是冲着参谋长去的 这个参谋长是肃育的儿子,叫肃荣生 肃荣生本来不是这支部队的 他是另外一个师的参谋长 这个部队要开嘛,他就给军委打报告 要求参战 高干子弟,我参战你也没什么危险啊 你参战你回来不是生的更快了吗 但是他胡指挥 人家在山上,咱们在地下 人家在暗处,咱们在民宿 他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拿下这个山头 一仗下去,几百人都报销 谁都不能提意见 那个师长呢,就反对这么的 说不行,那是个老师长 说得爱护战士生命 就是说这个师长啊 厌战,未战,害他 就是居里边的派这个参谋长啊 带着工作组 就把这个1990的指挥权就夺了 就是全得听到他 越打越糟糕,越打越糟糕 谁还不能提意见 你如果提意见 你明天就到二排三班去 让你送死去 这个死的人太多 我说,这个崔氏班长就急了 我的妈的哥们,我的同乡 那部队都讲老乡嘛 我老乡昨天还跟我 成修道地喝酒啊 今天就死了 气烦 而且不管这一件事啊 拿起抽空缰 就冲进了军事牛股 打这个速度声 枪声一响 那么指挥派就乱了 根本不知道自己人来打来了 以为他妈越南人 帮我去哪 这还这么大故事 把军长,军长叫张志坚打伤 对,该打死的没打死 他就躲得快 然后大家反应过来 就一块抓他 他拖着枪就跑上山头 顽抗了一阵 最后开枪自杀 这在军史上没有过的政治实步 就是这支部队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轻重呢 我到老山前去采访的时候 我们报社的社长 把我叫到办公室 说你去了别管拍照片 有这么一件事 我前面去了一个文字记者 叫叶炎 比我小一 一两岁 他是军事部的记者 他到老山前线 听完这些话 火什么的 不打一出来 最后走的时候 军长政委 喝酒送的 他拿着酒杯 跟军长碰 说军长 你这个杯里 不管是酒 还有血 还有战士的血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得爱护人的生命 军长他们一愣了 还没反应 那政委在旁边 啪就把酒杯摔了 政委叫江福堂 不欢而散 我们这记者没回到北京 军里边的告状信 已经听到军委 告到胡耀邦 告到杨长坤那儿 胡耀邦和杨长坤都有批示 那么记者说我们记者反战 动摇军心 扣一对帽子 胡耀邦和杨长坤就批示 是什么严肃谈啊 如果这个记者是这样的话 要开除记者队伍 哪能干记者呢 可是他妈报社 一方面接到 胡耀邦的这个批示 杨长坤的批示 马上接到这个前线部队 干部战士给他 给报社写的信 干什么呢 为我们这记者请公 说你们这记者 前线这几天啊 和我们一块摸爬滚打 不怕死 这业言太棒了 你们这记者 所以报社一看 一个请公的 一个要出去 那报社 一听就他们知道有事啊 这个时候我要去了 我们社长把我交了办公室 说把这事跟我讲了一下 说他们部队现在在杠咱们撞 那非常麻烦 弄到军委去了 你去哪 除了采访 还有一个任务啊 看看能不能把这事抹平 抹平 不然咱们 报社受不了这事 事太大了 事太大了 我就说 试试吧 我说这个就是西军啊 我父亲原来就是这个部队 我说他现在的军长他不认识 上一任的军长他认识 我说我去吧 所以我们就四个人嘛 我们到老人前面 刚刚刚把一报到 到这军指挥所呢 帐篷里 宣传处长接待我们 啊 这中国日报王文蓝 啊 欢迎欢迎欢迎 解放军总参谋部 是 五十一 哦 上级警官来了 解放军八一电视制片长 给 哦 欢迎欢迎 这中国是什么 没什么 哈哈 谁啊 扭头就走 我他妈多干爬 我像不来台啊 那是 董老师你多大啊 这是 85年了 我是 我是 51年的吧 85年 三十几岁嘛 三十四岁 三十四岁 最年轻 我多干爬 我一先拽着他 我说出展处长 学校处长 我说你别别啊别啊 我说我父亲原来就是这部队的 1990的 我说前面局长 他认识 这是他老部队啊 部队是讲山头的 你那么一讲 我们自己人 关于采访 安好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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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采访半个月走的时候呢 群长政委 就跟我们喝酒啊 群长说 你回去 跟放射领导说 演员的事 过去啦 年轻 年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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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中国前线 和我们六十七军 能让上好逃走 好 哈哈 哈哈 在前线打得非常 在前线打得非常糟糟 出了 出了 很多事儿 最大的一件事儿 也是全军历史上没有过的事儿 战士 的时候 这前两天素育的儿子 素荣生 还对那个孟良固 战役啊 有一些张领府的照片啊 有一些这个国君的一些历史遗迹 表示不满 迫使人家那个山东淋漪 那孟良固当地政府 把那些文物什么的都给撤除了 哎 他们就这个有本事 这就叫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啊 就是抓权力啊 显得自个儿特牛逼 就是就是这点本事啊 欺负自己的老百姓啊 拿自己的士兵的命不当人命啊 就是这个剩下的没什么本事 这些人都是酒囊饭带